心事低落概念 其实这一些女性企业高层 还有另外一个共通点 曾经11次游不比试杂志 评选为全球百大全是女性的布鲁克 自己在大学时期也是篮球女将 不只是布鲁克 美国数一数二的女性CEO都热爱运动 大学时代参加过运动比赛的女性管理高层 比例甚至超过一半 Ellen Kuhlman 她在游泳 她在游泳玩游泳 Erene Rosenfeld Kraft 大学参加过篮球队 球队经验让她充满自信 培养出不怕挫折的幸福 只是培养出这些杰出人才的大学运动圈却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 同样是NCAA的篮球联赛 男子组不但有专属的高级训练室 入场还有热闹的欢迎女士 但女子组的篮球员却只有六组亚铃当作重庆的工具 女子职业运动的环境同样严苛 WNBA的纽约自由人队甚至因为老板自逃腰包透过私人飞机在球队球员前往比赛场地被重罚50万美元 NBA球星搭成专机可是稀松平常 这也让体育界人士为女性选手打爆不敌 目前美国职业赛事包括NBA NHL还有NFL都没有女性担任总教练或是球团高层 只有MLB打破性别的天花板 任命首位华裔女性球团总经理吴佩华 就连球赛播报也是厚此薄彼 大约只有5%的体育新闻专注在女性赛事 体育界对女性的差别待遇 不只让不少年轻女性对于参加体育项目兴趣缺缺 家长也可能会担心孩子的未来 不愿意鼓励女性从事体育活动 对父母的这些研究研究很明显 试试保持女性的表现 尽量保持女性的表现 对女性的特别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对女性比较男性的特别 才会有越来越多 女性发挥特有的才华 站上企业顶端 创造出多元的商业文化 新一页新闻 正式报道